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請教一下 你是不是那裡沒手機 還是來到這個地方 好像網路怪怪 好像不通 你就開始會恐慌嗎 沒有安全感 因為根據統計 就是說差不多 每天四分之久 他的習慣性手機拿來看看 反正他就習慣性 一定要看一下這個手機 已經是變成一種 現代文明病了 還有一個網路 還有很多 當然網路我們可以 學到很多的東西 但是很多人也會擔心說 現在什麼東西都跟電磁波 什麼東西都有關係 經常手機這樣說 對身體很好 還是家裡煮東西 有什麼 微波什麼東西 是不是對身體不太好 其實今天 我們節目當中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時代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很多的東西 我們要去了解它 不是不可以用 是要懂得用 而且你如果知道以後 你就不慌 莫慌 你就了解原來 有這些正確的姿勢以後 對我們生活上 其實還挺方便的 好 今天一起來上課了 好 我們請到特別來賓 是NCC的溫俊宇處長 另外是我們的 幽默主廚蔡萬利先生 歡迎二位 我是幽默主廚蔡萬利 我是電磁波安全達人 溫俊宇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 行動通信電磁波大解密 安全建設帶來 美好生活 太好了 歡迎二位 因為 溫協 你好 因為你來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這太好了 一些地形 美鳳也是對這個節目當中學到 如果看電視的朋友 我們也是來學一些 好 今天幽默主廚 好 美鳳姐好 一定要分享好吃的料理 是的 再分享說 在家庭當中廚房有一些 大家都會擔心說 我們要用微波爐 我要用什麼 我會不會有電視波 沒關係 今天都來了解一下 請問今天做好像沒用到速度 請問做什麼料理 我們今天 帶來兩道料理 第一道是 和風照燒松阪肉 很好吃 第二道是 蛤蜊絲瓜鍋 蒜20克 瘦洗燒醬三大匙 蛤蜊絲瓜鍋的食材有 蛤蜊500克 絲瓜一條 牛番茄兩顆 蒜20克 枸杞10粒 薑30克 蔥適量 好 大家 我們今天帶來這邊的 今天真的沒有火 沒有火源 是 沒有加熱的直火 好 現在早餐要燒 夏天要燒 可以用到 輕鬆的 廚的 有微波爐都可以用 這一道松阪肉 切一片一片 這是松阪肉 當然你可以用雞肉 雞胸肉都可以 買一些方便 切好的 是 現在你可以放點蔥 薑 蒜 辣椒 個人喜好 把它放在旁邊 這 我覺得用微波爐做菜 實際是很方便 方便 它沒有整間膨膨膨 沒有爆香 我們整間 油煙 再來 現在下去 今天很簡單的 我們就加點燒燒醬就好了 日式的燒燒醬 倒一點下去 把酒給我拿一支 好的 酒倒下去 稍微一點下去 要多少 這樣好了 好 就是這樣的簡單就好了 這樣 OK 很多好朋友說 微波為什麼會怕 會怕 因為它用的器具不對 第一個 微波 你不能拿一個鐵碗 鐵碗不行 有的碗很漂亮 旁邊一個金邊的也不行 不可以 有金屬不行 金包它都不能拿就對了 是 了解 所以用微波 玻璃的 要耐高溫的 介紹觀眾朋友 這種也可以 就是用玻璃的 安全玻璃的 你如果說 這個因為底部比較窄 你可以用這個 家裡一般有人就是 都有這種的 裝水果 裝什麼的 把這個把它拌進來 拌進來 不要用蓋子 來 現在這樣 因為它 我們去買的時候 有附個塑膠蓋 但這個時候就不能用塑膠蓋 不能用塑膠蓋 對 塑膠的東西放到微波爐是不好 不好的 有人說 老師 塑膠蓋不能用 我用保鮮膜包起來好不好 那也不好 那也不好 微波加熱之後 它還是會釋放一些 釋放器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時候 你拿一個板子蓋起來 這層的應該都會有的 板子 你蓋起來就好了 會跳 這樣子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其實它是很安全的 所以現在一些觀眾朋友家 都有一些微波爐 很像這樣 不敢用 不敢用 不是這樣用 不敢用 來 現在打開 現在打開 打開把它放在裡面去 把它放在裡面去 你看看 沒有油約 很輕鬆的 很優雅的 很安全的 把它蓋起來 好 現在這個先來設定兩分鐘 好 一 二 油 再來開始 這樣放在裡面 兩分鐘 兩分鐘 拿出來翻 很方便 再來 家裡頭有了有這個 有了有這個 電爐 也怕 現在的人 這個也怕 其實不用擔心 今天這地方要來做一個 不一樣的料理 還有 有時候外面 文憲 你如果吃東西都如何 你帶去都吃什麼 帶去有時候吃麵包 還是要吃一個熱的東西 我也是用微波爐 帶去微波一下 是 如果在外面就簡單吃了 對 好 現在很多 我們去外面吃東西 都有小火鍋 或是吃火鍋 大部分底下都是會用這個 電磁乳 電磁乳 是 所以有時候都在講 坐這麼近 要吃這個東西 電磁乳 大家都很怕 其實電磁乳 會發射出來的電磁波 是會比微波爐還強 不過我們不是一直都在 電磁乳的前面吃東西 所以吃飯的過程的量 應該都還在安全的範圍內 就是說我吃個火鍋什麼 也都還算安全 對 這個要擺擺 了解 料子很漂亮吧 對不對 這裡紅黃綠 很漂亮 然後很多的蔬菜 放在這裡方便 再來把蔥薑蒜放下去就好了 好 這樣 這個有一點蒜頭 謝謝 蒜頭 你看看 蒜頭 好 放在蔥子 薑 薑 這樣子就很棒 灑一點點的枸杞 倒一些水就好了 鹽巴也不用加了 所以說在家裡有些人 就這樣煮 在時間內其實是還OK的 水一點給我 好 來 現在 現在水倒一些下去 倒一些下去 倒一些 煙就好了 也有湯好喝 也有濕 蔬菜的原汁可以吃 這樣子 現在把它蓋下去 把它蓋起來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第一個 少掉爆香 就沒有油煙 第二個 少掉直火加熱 所以整個廚房的溫度 就不會那麼熱 所以現在有時候煮菜 整間熱烘烘 我們用這種來煮 就不會這樣 好 乾淨 現在現在打開 看看 好 打開 拿出來 拿出來各位觀眾朋友來看看 你看看 上面已經 麻 你看看 很快 你看很快 它快要放涼了 出來了 濕 這麼方便 很香 而且這樣微波的時候 你也不會說因為 有時候要肉厚 煮菜 高溫會燙到 你看看現在肉已經快變色了 變色到現在 這個 這碗盤的溫度又冷冷 方便 是 方便 所以沒有錯 再來把它蓋起來 學會了 再一次 你就上下把它翻動 只是說 用這個 微波乳 你要懂得怎麼樣使用它 第一 好像有人用軟說不行 不是不行的 軟 軟不要整顆的 我們稍微打開就好了 現在有人說營養會破壞 其實還用微波乳營養會破壞 不是這樣說 因為之前有的 在西班牙有一個研究報導說 第一個我們用 去真的用微波乳 調查結果說 微波乳破壞的營養素比較多 其實它是使用不當 要這麼說 觀眾朋友在家裡 你要煮花椰菜 它只會有花椰菜為例好了 花椰菜 我們現在 洗一洗之後 把它放在裡面 放差不多半杯水 把它蓋起來 也是用那個盤 盤蓋起來 因為微波乳 它是用水分子衝擊產生熱能 這樣來加熱 用熱能來加熱 等於跟它吹一樣 所以營養其實它是不會流失的 因為我們後面也 經過百個國家 做研究 所以那是錯誤的 所以觀眾朋友不用說 它會破壞 現在大家也在吃微波食品 是不是 所以不用擔心 那個擔心 我覺得是多餘過濾 多濾的 因為不去了解 都聽說 是 聽說 今天溫先生來 就跟我們有分享了 他說 其實它都在一個安全的範圍裡頭 電子波有分 游離輻射跟非游離輻射 游離輻射就像照X光的 那個能量比較強 對人體會造成傷害 這種微波爐 或是通訊的頻率 手機或什麼 那都是叫做 這種 它的能量低 它不會去破壞DNA 也不會說 大家擔心 要得癌症 什麼 不會 它的能量低 所以游離跟非游離是有分的 對 這個 我們很多朋友 大概都把游離輻射跟非游離輻射 把它搞分了 就都合作中了 只要你輻射 我就怕 就有刀子 做的 會害怕 是 這樣進一步了解了 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 把它拿出來 好 你看看 放在這裡 好 你看 這樣直接吃就已經 這樣其實你看 色香味俱全 你也沒有什麼油脂 跟洋蔥也軟了 裡面有點湯汁 這樣是很健康的一種烹調方法 要精健康的烹調方法 現在我們把它倒在 我們這個 創好 這個盤子 好 這方面的地址 也要我們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也很怕說 說手機 人家都說不可以說清楚 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基地台 反正這個都是 大家都很擔心的事情 今天你就要多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手機會通 就是因為有基地台 才能通 你如果沒有基地台 幫你把手機的信號傳出去的話 我要打給美鳳 你在高雄 我怎麼可能是我的手機直接打給你 當然是一定要有基地台 對 我們基地台的建設 就是讓我們可以保持通信 基地台它叫做 蜂巢式的行動通信系統 所謂蜂巢式的 就像蜂窩 我們有看 觀眾朋友有看過蜂窩嗎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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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蜂巢 就是一個基地台 它必須要去照顧 其他的那個 蜂窩裡頭的所有住戶 了解 每一個基地台 其實它的服務範圍 大概五 六百公尺而已 所以它的功率不需要很強 我們的手機 其實它也不需要花很大的功率 花很大的功率 對我們人 反而是有健康影響的 所以它通常手機功率很小 基地台的功率也很小 所以它就可以保持很好的通訊 了解 有的民眾會去抗爭說 基地台有危險拆擦擦擦擦擦擦之後 就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基地台變少了之後 你的基地台為了要服務 比較遠的人 它就要花比較大的功率 你的手機也一樣 你的手機要跟很遠的地方通訊 你也要花比較強的功率出去 了解 所以有基地台越密越多的話 你的手機就不需要花很大的功率 反而比較安全 安全 是 我們現在處理給我們介紹 處理介紹得很清楚 很清楚 大家也知道 用安全的工具是安全的 你看看 讚 你看看 這個漂漂亮亮 整鍋 整鍋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阿嬤出來了 太好了 好 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了 上菜 上菜 謝謝主廚 謝謝主廚 然後廚長我們就來 這個豬都乾淨 來 來 我們來吃主廚 來 他給我們做的 就是用微波爐而已 是 很方便 很簡單 其實是很健康的 謝謝 好 自己來 這也不用過度的烹調 對 這個就很下飯 很好吃 洋蔥 洋蔥跟肉其實都很搭 這很搭 洋蔥的甜味 很搭 還有洋蔥酵酥 加點辣椒 開味 下飯 那個湯汁就想拌拌 這個有別於 我們一般用炒的 比較油 外面用炒的都很油 你看我們這一盤是清清淡淡的 又好吃 對 以前要用這個的時候 處長 故人用那種圍裙 那個圍裙穿著說 可以防那個 電子 微波什麼的 那個微波爐 電子微波 他說可以吃 大家都很怕 都不知道 其實那個都不了解 變成是說一種 以而傳而的恐懼症 微波 其實你如果問一打開 它就停了 所以其實它 它叫防護照 微波爐本身就有一個隔離 它不會出來了 是 頂多你如果怕 我們都有用 儀器牛軌 在它的周圍 大概一公尺的 一個距離 應該是 它的門外面量就很小了 對 不用怕 閃到那邊 不用走上去 對 是 還有 一般 我們常常看電視 都有人說 機力台 放在家裡的樓上 有人說在旁邊 對 身體不好來得什麼什麼 對不對 對 就剛剛有提了 我們再次讓大家了解一下 對 我告訴各位觀眾朋友說 我們的衛福部 有統計過 我們國人 離癌率 離癌率就是 得到癌症的比例 一個人一輩子 大概有25%的機率 得癌症其實它的因素很多 過的人就說 得癌症 機力台在這裡就是厲害的 其實有很多 包括現在空氣 飲食 生活作息 都可能會讓你得癌症的病因 所以不能說 全部都歸 都怪機力台 因為機力台的這些電子波 其實 國際衛生組織都有研究過了 二 三十年的研究都說 這個跟機力台沒有關係 跟首席的電子波 也沒有直接的證據 是 好 其實行動通訊 其實有時候對一些救災 是很重要的 政府推一個 災防細胞廣播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透過行動通訊的機力台 它可以把很多的這些 譬如說大雷雨 或是地震都會收到 地震 我們都會收過 不可能幾個 這一些災防的訊息 如果可以早一點讓民眾知道的話 它會有一個預防 譬如說土石流 我車不可以再開了 蘇花公路明明在地上 你也知道蘇花公路落實很嚴重 你就盡量避開 不要再往前走了 所以有這個通知 對 有一個 預防的效果 警訊的效果 對 有的時候譬如哪裡需要注意 然後哪裡要救災幹嘛 這個都很重要的一個通告 通報 對 譬如說我們政府開放山域 可以去登山 可是爬山有時候會碰到 萬一跌倒了 跌到山谷裡去 你手機還有 我們的基地台有信和的 可以說 你的這個 你的位置 你的位置在哪裡 消防隊就可以很快地找到你 對 這個也是我們在消防救災的時候 一個很好用的 你如果說 拌下去 你還可以打電話 我們有一個1.1.2的功能 好 你如果怕1.1.2 即使你是譬如說亞太 或遠船 無信和 但是克里夫基東一間 那個行動通訊的 它有信號 它可以去抓那個 業者的信號 然後就打1.2就出去了 你就可以告訴說 我現在在哪裡來救 好 未來我們還有什麼 譬如通訊這方面的規劃 讓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 它在政府推5G的行動通訊 第五代 是 我們現在是第四代 對 第四代現在就是 可以傳影像 可以很快速 第五代更快 更快 第五代是高速 然後大連結 超高速大連結 再來一個低延遲 這三個特性是 第五代行動通訊 最主要的訴求 這一些以後大概有很多的應用 包括 人工智慧 物聯網 大數據 這些 還有很多的AR VR的使用 這些都需要很快速的 通訊來提供 這個就是讓大家可以 很 擁有這些新的科技 讓你的生活 能夠更方便 更方便 當然就是說 要讓所有朋友更了解 就是 一些正確的知識 對 就不用太怕了 對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這裡 就是 給大家觀眾朋友 可以了解 電視播 不像大家 很恐怖 我們也希望民視這邊 可以幫我們做一些宣導 應該的 所以民視大概從9月14號開始 就有播出一系列的 這個就是 讓大家從生活中去了解到說 電視播並不是說 會讓你得癌症或什麼 它是來幫助你 讓你的生活更美滿 更方便 科技來自於人性 行動通訊滿足了大家的便利性 還有跟世界交流 跟很多人交流 當然也要謝謝廚長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正確的知識 讓我們知道說 通訊跟安全是可以共存的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你 我們又上一課了 謝謝 感謝你 廚長 廚長剛剛也很客氣 他說他今天也來上一課 學會做了一課 學會做了一課 謝謝 謝謝 謝謝